关战一把博弈老师,机球心理佣兵加古董伤 阵容呢,看着还挺能打 但是呢,面对邦邦嘛,其实都一样 就是核心看救人,核心看天之河救人,这两点吧 核心看这两点 第一个点,抓古董 抓古董,抓机球差不多,抓心理应该是对于邦邦来讲会更加舒服一点 因为心理其实他的上限也就是多这一刀的那个存在感嘛 多这一刀,对于邦邦来讲就多扎两下的事情,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古董伤和机球手的一个操作上限要高得多 这边一罐把炸弹扫掉,好,翻出去,好细啊 但邦邦这边也不防多让,再连了一颗连雷 因为当时那一轮的话,确实古董伤这个视角来看 我这颗雷扫掉以后,翻出去你这边,这个炸弹是时间不够的 再连,哎,交了一个云门,连炸,漂亮 哎呦,这博弈老师,来我们镜头再次给到古董伤 有点快,有点快 那第一轮的牵制对抗当中是博弈老师小胜一撮 你说快嘛,确实蛮快的 但是你说真的这个局,球者没法打嘛 那还早呢,球者如果说打的对吧 那个一点,就我不救人 或者说卡死一波就 我偷,我只偷,我不正面就 都是能打的 而且这个宝平面还很大 为什么 因为邦邦挂飞这个古董伤之后 他手里面是没有闪现的 他不一定能够快速击倒人 对吧,这佣兵卡着 他就对于帮帮来讲就极其的无奈 哎,又是非常无奈的一局啊 佣兵如果不救 这把真的很好保平 非常好保平 因为等到这古董伤挂飞 外面的机子总量 我们来算一下啊 这边机子总量加起来的话 已经,现在已经三台了 等到挂飞差不多三台出头 三台半不到一点 大概3.3,3.4的样子 3.3,3.4 外面三个人满状态 心理三刀 接手飞轮三颗球 佣兵三护臂 你追谁 你也就只能追个心理保平真胜 说实话就这样子 追佣兵嘛 追佣兵也追不太来 如果能找到心理的话呢 针对这个心理打 我觉得可以保平真胜 追佣兵 追佣兵的话比较难 追佣兵比较难 追佣兵可能 保平可以 真胜比较难 应该这样讲 追佣兵真胜比较难 他如果说奔着保平去 追佣兵一点问题没有 我把你的这个搏命点给闷了 我针对这个佣兵打 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不知道找到这边心理 以后会不会换追 好换追 追心理 确实追心理 有挽留 有底牌 有挽留 有传送 底牌已经切了 有挽留 有传送 我开门站 把这个心理抬了以后 去找这边的那个下一个人 还是可以争的 就这里心理拉开 然后佣兵补心理的机子 佣兵这边是吃了一炸的伤害 但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把这个佣兵的薄命 能不能留到最后 而且这个心理 他不能导到那边的遗产机 佣兵的遗产机还没人修呢 需要待会儿救手来修 也就是说佣兵这边 那应该是救人的 佣兵待会儿是救人的 心理这边还没导 有一岁 这心理拖的时间正有点久 这还没导 再一炸 终于打到二阶了 现在的帮帮是真难打 要穷者一看苗头不对 那么直接撤退 佣兵取压机子 开门战满户壁 带一个薄命 机球手过来救人 传了 对对对对 这手必须传 那么这让佣兵压机难受啊 兄弟 你们还这么打 还留佣兵个薄命 给不给人活路啊 引爆一手 那边的话 机球手要赶紧去抢机子 机球手没有必要去管这个心理学家的 赶紧抢机子 这机子能不能强量 差了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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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到了 炸到的话 这边机子点亮 72秒的传送 这局标题都想好了 论 帮帮 帮帮 赢 有多难 现在的求生者真的好 好会打帮帮 我觉得博弈老师这一轮就一个点一个节奏点没抓住就是抓心里那波抓慢了他抓心里如果再快一点的话应该是有有赢面的就我刚给大家讲的宝瓶真正面 还有这网站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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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